水豹旁抽水機不停的運作 保加利亞一個月下來 連續下大雨又下大雪 這幾天氣溫上升 積水融化導致河川暴漲 水豹的水位也從週四 已經超過了警戒值 水位還在不斷的上升 目前已經出動6台的抽水機 幫忙降低水位 暫時沒有潰堤的危機